身體某個部位像被鋼絲拉的緊緊的 經常性的頭痛、手麻、腳麻、肩頸痛、背痛 你可能是肌筋膜疼痛症了 生活在長期緊繃的壓力下 神經傳導物質活性增加 導致調控肌肉血液循環的自律神經失調 讓部血流減少,很容易產生肌筋膜疼痛症 吃藥打針多半為止痛效果,並無法解決問題 甚至會有副作用產生,造成更多不適感 相應神經調節療法,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環 將發炎與致痛物質代謝掉 讓自律神經恢復正常運作,解決疼痛與發炎的問題 最終有效地改善肌筋膜疼痛症候群